每集一个小故事 欢迎收看惊奇意识1984第七集第四集 这一天男作家山姆接受电视台的采访 同时也是宣传自己的新书女人的哭泣 山姆先生您这个书里面明显是对女性有些歧视啊 或者你有点大男子主义 是你个人的情感经历还是什么导致的 不是我的经历我也没映射什么 你这么破防只能说明我写的是对的 可是山姆先生你不觉得现如今这个时代 女性的地位在提高吗 就比如很多领域的领导者现在也是女性啊 哎呦难道还要我捅破吗 那女的怎么当上领导的 还不是自己的身体换的吗 真正主宰这个世界的还得是男人 山姆老婆莉莉看到这个采访也是感慨 您这个说的太直接了老公 这女主持人肯定被你气疯了 我还得去打理我的服装店呢 亲爱的你就在酒店好好待着吧 出门碰到丈夫的女秘书 莉莉也是非常的包容 把我老公伺候好了 想怎么愉快玩耍就怎么愉快玩耍 我不介意的 秘书走进屋收拾着 山姆接到朋友的电话吹吹牛逼 我肯定会发财的了 因为这本书卖的好呀 闻着味道看着秘书的小粉群 房间里充满了小期待跟荷尔蒙的味道 而这时挂掉电话在一间 你是谁啊怎么不说话呀 只听见电话那头一个女子就来了一句 说你M个头我电视上看到你的节目了 侮辱我们女性是吧 祝你出门被车撞死 其实平常山姆也会收到一些黑粉的来信 也没有太在意 但这种直接打电话过来威胁的 还是第一次着实让山姆有些惶恐不安 彻夜难眠 自是一早酒店服务员送过来一个包裹 也就是让服务员帮忙打开 恰巧山姆还躲过了一劫 服务员漫不经心的接着话 拆开包裹 打开书一个爆炸 还好服务员及时躲避 没有炸到脸上 我靠这还能是谁呀 这显然是昨天打电话说狠话的 那个匿名女子寄来的呀 晚上老婆莉莉回到家 山姆也担忧的推演着 哎呦不用担心了 丈夫 说不定是哪个作家寄来的吓唬你的 对方看你书卖的好是嫉妒你呢 他也不会真的下死手的 这种都要坐牢的 主要我还得去服装店盘货呢 连走前莉莉 再叮嘱一下秘书 秘书你放开一点行吗 你这没有让我丈夫满意啊 该怎么安抚就怎么安抚 主要我这也忙着呢 哎呦女主人都这么说了 秘书也主动撩拨着 跟山姆发生了体液交换的事情 结束之后 让山姆也有点意犹未尽啊 可是送走秘书接到服务员送过来的信件 打开一看 山姆捂着额头也有些被吓到了 因为纸片上醒悟的两个黑蝎子 周围写着 祝你死得愉快的诅咒标语 听到声音下落一看 也可能是酒喝多了吧 加上情绪低落 山姆就来了一句 老婆你怎么回来了 我还以为是女秘书呢 我需要女秘书的身体来安抚我 你这臭傻猫是不是太享受了 妈妈咧咧的上楼在模仿着 来了一句 祝你出门被车撞死 莉莉直接把山姆从阳台上推下去摔死了 等一下 这个纸箱子搭的成是夜景 是认真的吗 偶尔搞了半天 是莉莉跟山姆的前妻两人共同策划的呀 两人一方面不喜欢山姆书中的骑士女性的暗示 另一方面 两人早就受够了山姆同时脚踏几条船呀 甭管怎样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故事啊 好 好 煉莉莉莉正